在上一集内容中,我们讲述了丽拉和埃莱娜的友谊,从懵懂的孩童成长为青涩的少女。 时光仍然,两个女孩的友谊愈发坚固,但未来的道路却是显而易见的背道而驰。 埃莱娜继续学习,并且稳定在了前几名。 她重拾了写作的念头,虽然文章没有机会发表,但是她还在不断地尝试,未来的路有迹可循。 丽拉呢,在被迫放弃学业,放弃制邪之后,同时面对马尔切洛和斯特凡诺,这两个镇上同样富有的男生的追求。 那么她会选择谁呢? 这位天才少女又是如何看待婚姻的呢? 上一集中我们讲到了,经过了自清的仰慕和短暂的嫉妒这两个阶段之后, 埃莱娜与莉拉的友情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,也就是迷惘的失望。 我们首先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整本书,莉拉到底有多少位追求者? 最默默守护的是尼瓦匠帕斯卡莱和水果商恩佐。 埃莱娜一开始还以为帕斯卡莱是喜欢她自己的,直到这个小伙子跟随她上门找莉拉,眼神里都藏不住那爱慕,埃莱娜才知道是自己会错意了。 那么帕斯卡莱对莉拉的爱可以说是青涩的,不言语的,是那种小伙子特有的愣头轻视的喜爱。 她会因为莉拉和别人跳舞而发火,她会因为莉拉健健康康的生活而感到幸福。 而恩佐的爱则是那种更为沉默,也更加具有奉献精神的,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莉拉,但是她的自卑让她没有办法表达出这份爱。 在后面的几部作品里,当莉拉身陷困境,也正是恩佐向她伸出了援手。 而最有霸道总裁未到的,应该就算是马尔切洛了。 凭借着家中经营的酒吧和蛋糕店,马尔切洛是小镇上最富有的家庭的长子,和她的弟弟整日开着豪车兜风百阔调戏镇上的姑娘。 但是,却因为她帅气的面孔和富有的家庭幸免非议,女孩们呢也都幻想着能够得到马尔切洛的青睐,那感觉就像是非常枝头的疯狂。 而这些女孩里,却不包括莉拉。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,这本来应该是一个言情小说的桥段,当埃莱娜对马尔切洛的霸道不知所措,莉拉举起了小刀冲向马尔切洛,并且像一个女侠一样逼退了她。 马尔切洛肯定不曾见过这么独特的女孩,于是她沦陷了。 而马尔切洛她也有竞争者,她的竞争者就是斯特凡诺,这是一个肉铺店家的长子。 她呢认识莉拉更早,早在莉拉上学的时候,曾经和斯特凡诺的弟弟阿芳索一同参加学业竞赛,并且打败了阿芳索。 哥哥来为弟弟撑腰,斯特凡诺第一次见到牙尖嘴里的小莉拉,被气得威胁要用针扎她的舌头。 不曾想,几年之后,她会以追求者的身份与莉拉再度相对。 那么莉拉,最后究竟选择了谁呢?我们要先卖一个关子,先来聊了什么样的人会打动莉拉这个成熟少女吧。 有评论家认为莉拉一直都是那个发动战争的人,在不断地制造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中克服自我。 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?就是,莉拉永远都是矛盾的中心,她就是你在青春时代见到的,永远处在话题中心的那样的少女。 那么莉拉,总是一次又一次,热情洋溢地在泥潭里塑造着自己的生活,无论是疯狂地阅读,无论是不知疲倦的学业,还是妄想成为一名作家,妄想创立鞋场等等。 莉拉可以说总是有许多非常新奇的想法,但是呢,又往往在某一个瞬间,毫不犹豫地抛弃她们,投入到下一个想法当中。 那么莉拉为什么会如此地多变,而且具有不确定性呢? 就是因为,她的本质是不幸的,不断否定她的家人,拒绝让她上学的父亲,为了金钱劝她嫁给马尔切勒的母亲,不理解她处境的老师等等。 可以说,四面楚歌的莉拉始终在找自己,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,她渴望在自己的身上实现真正的进步和认可。 但,就像是一个人想要谈理想,谈自我,你至少得拥有最基本的活下来的物质基础一样,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当中,可以说,莉拉做什么都像是徒劳。 那么,婚姻对于莉拉来说,是一种解救吗? 丈夫对于莉拉来说,是否会成为可靠的盟友呢? 至少,在年少的莉拉心里是这样认为的。 那么,通过一件事,莉拉就在马尔切勒和斯特凡诺中做出了选择。 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,在某一个阶段,莉拉特别的沉迷于制鞋,她自己设计图纸,并且把开一个鞋场的梦想带给了哥哥利诺。 于是呢,兄妹俩就耗费了好几个月的时间,他们竟然做出了赛鲁罗家族的第一款男鞋,但是他们的父亲却认为这两个人是异想天开。 父亲,暴跳如雷地痛骂了莉拉。 那么,这双鞋,也和莉拉写的小说一样,从此就被她封存了,直到马尔切洛带着金钱敲开了赛鲁罗家的大门。 而且马尔切洛整天来晃荡,以增强在莉拉面前的存在感。 于是莉拉的哥哥李诺,她没有忘记纸鞋的梦想,寄希望与马尔切洛能够把这双鞋给买下来,证明他们的价值。 莉拉呢,被哥哥说服了,这双鞋因此再次登场。 马尔切洛几乎是被莉拉的哥哥拉着才注意到摆在橱窗里的那双鞋的。 她心不在焉地试了试,罪翁之意却全在莉拉身上。 当时她只觉得这双鞋有些窄,所以呢,就连一句恭维话都没说,心急火燎的,要娶莉拉。 那么莉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? 莉拉说,她宁可淹死在池塘里也不要嫁给马尔切洛,即便莉拉的父亲已经做好了嫁女儿的准备。 而另一方面呢,斯特凡诺也对莉拉展开了共识。 她也来到了莉拉的家里面,但是她并没有像马尔切洛那样送上电视机等等的礼物,而是一眼看到了摆在橱柜里的鞋子,并且夸赞她的做工和质量。 随后,她也肯定了设计者,也就是莉拉的能力,并且又让人惊掉下巴的高价钱,买下了这双并不十分合脚的鞋子。 随后呢,她又许下了承诺,要莉拉曾经设计的鞋子的图纸都变成现实。 而且,她的确下了鞋本,成立了赛鲁罗家族的制鞋小作坊。 所以莉拉最终选择了谁,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了吧。 更重要的是,早在被马尔切洛疯狂追求的那个时候,莉拉就已经感受到了痛苦。 为什么这么说呢? 这个男人啊,像幽灵一样随时随地在监视着她的生活。 这个男人的出现,也让父母对她的威逼更甚,让哥哥对她的嫉恨更多了。 那么,面对莉拉赌气说自己已经有男朋友了,马尔切洛更是威胁道,说如果这是真的,那么她将杀死莉拉。 所以,这就变成了一个困境,马尔切洛的到来让莉拉感觉到坏事会一件接着一件地发生,直到摧毁她的生活。 所以莉拉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解决方案,而这个时候,斯特凡诺出现了,她就仿佛抓住了这一根稻草。 因此,婚期很快就定在了六月。 那么,莉拉会实现自己儿时做个妇人的梦想吗? 我们经常会叩问自己,我到底渴望什么,我到底想成为怎样的人? 这对于16岁的莉拉而言是,无论多么努力都无法回答的问题。 而发生的一切,反而让她意识到,自己的选择是一种徒劳。 对于莉拉来说,斯特凡诺会是一位良人吗? 这个男人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,假如不能赚到一百里拉,那我是不会花一里拉的。 所以,在婚礼上,即便利拉再三重生,不许索拉拉家族的人出现,也就是不许马尔切洛到场。 斯特凡诺,出于利益的考虑,还是让马尔切洛的父亲为他们征婚了。 利拉,费尽千辛万苦做出来的那双鞋,被斯特凡诺买走的那双鞋,也又穿在了马尔切洛的脚上。 大家是不是也感觉到这是一个诺达的讽刺呢? 而且,我们也都会感受到,斯特凡诺或许不是一个好丈夫,但她一定是一个好商人。 利拉就是她买过的最好的物品。 那么利拉,爱斯特凡诺吗? 我想,在选择斯特凡诺那一刻的时候,她是有过心动的,那种两个人携手背弃这个世界的感觉,让她心动。 但是,这个天才少女,也曾经理性而残酷地说道, 我永远不会爱上任何人,永远也不会写任何诗。 但是,她从来没有在纳布勒斯这个衰败的城市看到过所谓模范的婚姻,模范的爱情,她看到的只是变成常态的出轨,家暴与欺骗。 那么对于纳布勒斯当地的女性而言,归宿无非都是嫁人,最好的归宿无非就是嫁给有钱人,而最差的也就是嫁给像鞋匠,工人和看门人。 过着贫贱夫妻百事爱的生活。 埃莱娜就非常害怕成为母亲那种家庭妇女,那种粗鲁、无知的家庭妇女。 而每一个走在纳布勒斯街头的妇女,脸上都或多或少带着被生活摧残过的痕迹。 波夫娃曾经在她的那本第二信当中写道,男人的极大幸运就在于, 她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,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。 不过,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。 女人的不幸则在于,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。 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,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。 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渗楼鱼弄时,已经为时太晚,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经被耗尽。 这段话在多年前,就曾经被我记到了笔记本上,今天做这期节目再次拿出来,与各位书友分享。 那么在之后,艾莱娜就感觉到,那个容易激动,非常霸道的小姑娘,好像一下子消失了。 在丽拉教会艾莱娜如何抗争,如何保持自我之后,她却选择了一条看似洁净的道路,也掉进了甜蜜的陷阱。 之后,她抹去了刻薄,变得和纳布勒斯所有的姑娘一致的甜美。 艾莱娜当然会失望,因为她曾经有多么的爱丽拉,她紧盯着丽拉走路的姿势,丽拉的身体,就是为了躲避她自己母亲对她的影响。 当然,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暗喻,母亲有跛脚的残疾,她走路是不平稳的,是不独立,不自信的。 但是丽拉却不一样,她曾经是一个不会低头的女孩,但是如今呢,她却和自己的准丈夫,手拉着手,优雅地、腼腆地微笑着。 而相反呢,艾莱娜却逐渐变得比丽拉更像丽拉了。 那么,丽拉对此,真的毫无察觉吗? 书里面有这样的一段对话,发生在丽拉的婚礼之前,两个好朋友难得的独处事件。 丽拉问艾莱娜,自己选择结婚是否做错了。 因为她有惶恐,她有畏惧,艾莱娜当然也没有给出什么特别好的答案。 丽拉沉默了一会儿说道,无论发生什么事,你都要继续学习。 当艾莱娜表示自己拿到高中毕业证就好的时候,丽拉激动了起来。 她说,不,永远都学不完,我给你钱,你要一直学下去。 这句话呢,是我看这本书,最能够打动我的一段话。 丽拉只是一个16岁的孩子呀,她本来不应该承受的如此之多,她本来应该和艾莱娜一样去读书,成为一个作家,或者开办一个写场,在这个世界上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境。 只是,当时那个社会的畸形价值在绑架着她,她的家庭也在拖累着她。 所以丽拉能做的除了妥协之外,只能竭力保护好自己好朋友的那片天空。 读书是逃离这一切最好的渠道。 而在16岁的丽拉的婚礼上,艾莱娜环顾四周,她几乎看到了所有人的命运。 她看到了一对男女在眉目传情,可能这场婚礼过后,就要在一起。 她看到,塞鲁罗制写坊如果能够正式启动,那么丽拉的哥哥也会很快步入婚姻殿堂,这时将会和丽拉的婚礼一样有排场。 这些新人会再次重复丽拉和斯特凡诺的表演,一起跳舞,四目相对,紧紧拥抱,利益会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。 艾莱娜就在想,我会像这些人一样吗? 艾莱娜在自问自己,她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处在什么样的一个街区里。 她自己的命运和周围人的命运,好像被某种历史诅咒着,就是那个叫做庶民的命运的历史。 而在书里面,艾莱娜有这样的一段描述。 在那一刻,我更清楚什么是庶民,要比几年前,奥利维耶罗老师问我时更加清楚。 我们就是庶民,庶民就是争抢食物和酒,就是为了上菜的先后次序,服务好坏而争吵,就是那面肮脏的地板。 服务员正在上面走来走去,就是那些越来越粗俗的住酒瓷。 庶民就是我的母亲,她喝了酒,现在整个背都靠在我父亲的肩膀上。 我父亲一本正经,我母亲张着大嘴在笑,因为佛罗伦萨的古董商人讲了一个淫秽的段子。 所有人都在笑,包括莉拉,她看起来像要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。 那么可以说这个婚礼就是纳布罗斯的缩影,庶民们困于一桌,有钱人则在豪华的主桌,有能力的年轻人都不耐烦地转身离去。 但是,埃莱娜知道,自己也应该随之而去,和自己的这位天才女友说再见。 而她还要继续读书,她还要看到更大的世界。 所以合上这本书,我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期待纳布罗斯四部曲中的第二部,第三部和第四部了。 利拉和埃莱娜的命运究竟会如何发展? 在此,我就不再给大家剧透了,我也希望各位书友们能够通过阅读,继续去找寻,去探索,因为书中自有一片很大的天地。 好了,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,在下一集的有声剧当中,我们将会抓取莉拉和埃莱娜产生嫌细的精彩瞬间,还原这对闺蜜之间最隐蔽的对话。 女人的友谊究竟是在哪一刻崩裂的? 维系友谊的关键又是什么呢? 更多内容,我们下期再会。